南美洲的哥伦比亚中部 周一惊传了小飞机的坠毁 失事的地点就在第二大城 而机上至少有八个人 全数都罹难 不过地面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 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的是 消防队员喷洒了水柱来灭火 脚下的建筑物早就已经烧成了一片焦黑 而这里就是当时被冲撞的住宅区 周围七栋的建筑都遭到了波及 而根据了外媒报道 引述了当地的官员以及救难人员说法 发生意外的是双引擎的小飞机 这上头载有六名的乘客 另外还有两名的机组人员 初步来研判 疑似是起飞之后引擎故障而坠落的 目前民航专家还在了解真正的事发原因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